我是作家,也從事編輯工作 我在十多年前去拜訪畫家梁志欽的工作室 他的工作室位在台灣中區的火焰山上 方園一公里之內是沒有住戶 晚上是沒有路燈的 那種荒野感,很好奇也很喜歡 那時候也正值我真心的崩壞期 我在媒體,我很愛我的工作 總是用力過度 33歲的時候就毅然決然地離開職場 找到楊明山竹子湖一個叫猴坎的小山洛 一住就住了5年 2010年住到表立火焰山300多公尺的林間 以前在都市的時候 我的朋友太多了,玩膩了 愛上這個山林 盡可能地自給自足 偶爾畫畫圖,放個錢 是這樣過了7年 其實有時候是很痛苦的 很孤寂的 但是我希望我不要逃離那個孤寂 我想要進入那個恐懼跟進入那個孤寂裡面 看到底那個滋味是什麼 我住的是楊明山 然後他住的是火焰山 距離大概是車程兩個小時 我們會互相拜訪彼此 一起散步 一起認識職務 這成了我們基本的生活步調 我覺得獨居生活是很有趣的 我是住在一個60平米大小的農舍裡面 山裡面花費很少 通常就是先把半年的房租繳了之後 再看我需要多少錢 決定要接多少案子 編輯工作都濃縮在兩三個小時之內完成 其他的時間都往山裡跑 住在山裡面最明顯就是時間感消失了 時間不再是我生命的唯一的渡量痕 我反而可以去更專注的看山看樹 同一條路我大概都走了千百回 散步的路徑裡面有兩條苔仙張得很豐富 於是我大量的實驗 然後把苔跟苔小心地摘回家 組成一個所謂的苔仙島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有找過西洋的花藝老師學擦花 一塊海綿擦爛了 都沒有辦法擦出一盆好看的花 直到住在山裡面 你很熟悉所有植物的生長的脈絡 它的春夏秋冬 有它更自然的狀態被表現出來 每一季的那些地坯植物的小花小草 冒出來的時候 長得滿山滿谷的時候 我就會摘兩朵回家 有一次被邀請去做展覽 用了當時胡葵的花梗 才當季的蜘蛛藍 呈現一個生根石並茂的狀態 我在山上畫了大部分都是植物 有一半以上都是我種的 從特寫的一些植物的描繪 畫到千年的老樹 畫到整個芭蕉林 這個景這個光這個所有植物是沒有時間感的 那種感覺是我最喜歡的 房東給我兩塊榻榻米大小的田地 農家鄰居他會給我好多菜 其實不愁吃穿 自然生長的野菜是很可口的 梁志青他會來找我告訴我 這個能吃那個不能吃 川七、紅鳳菜、咸豐草、昭和草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廚師 我在他旁邊看他做菜也獲得了很多啟發 經我自己的野菜創作 也在雜誌做了特定的專欄 我們是各自獨立的個體 可以互相扶持 但是不太像一般的依賴關係 關係有時候一種黏膩 它會產生一種依賴 所有的憤怒、嫉妒、佔有 都是因為關係 我們兩個獨立的好朋友 到山林裡面生活 就去接受你的那個孤獨感 每一個人必須要去思考 自己是單獨的生命